黄海斌 主演古装电视剧随唐英雄转 屏东侠语 黄海斌最爱她的是沈浪这个角色 当时堪称古装第一美男 长得太俊美了 当年看这部剧 不管男女老少都被她的颜值给惊呆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男子 颜值简直秒杀韩国小鲜肉一条街 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大叔了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黄磊 1971年12月6日出生于中国江西南昌 著名内地男演员 导演 编剧 歌手和教师 199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同年出演陈凯歌指导电影编走编唱 1996年凭借电影《夜半歌声》 获得第三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奖 1997年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同年发行第一张音乐专辑编走编唱 年轻时就是典型的偶像实力派 那时候的黄磊留着一头长发 很有文艺气息 完全不输现在的小鲜肉 但是现在的黄磊已是大叔模样 大富便宜 挺着大肚子 整天就知道吃饭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黄修生 1962年9月2日出生于香港 中国香港演员 歌手 1983年黄修生入读香港亚洲电视演员训练班而出道 1985年出演电影《花街时代》 1986年加入《无线电视台》 参演过《坑来自江湖》 《天若有情》 《人海骄阳》等剧 1994年和1998年 分别凭借影片《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和《野兽刑警》 两次获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一张混血脸》 《鼻子包挺》 《眼窝幽深如坦》 《下巴尖》 《年轻锐地》 《非常的帅哥》 现在上了年纪也变得臃肿不堪的大大叔了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配思利佩斯》 1979年3月25日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美国演员 2003年主演首部电影《迷恋和尔蒙》 在片中饰演变性人2008年 凭借在《灵指神探》中的表演 获得第65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提名 2011年 因出演霍比特人三部曲中的黑森林 《精灵王》斯兰迪尔一脚而走红 李佩斯把精灵王的高冷表现了出来 言更是美的不用说 不光眼睛好看 睫毛好看 手指好看 腿形好看 身条好看 性格塑造的也够把戏 够腹黑 够紧身够贤明 有善心有责任感 爱儿子爱子民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如今也变成了有力的老大叔 这张抱着小鸡的照片都笑我了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阿纳多迪卡普里奥 Lenato DiCaprio 1974年11月11日 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美国影视演员 制作人 1990年 出演成长的烦恼 1993年出演 不如重新开始演技受到认可 1996年凭借卢尼乌与朱丽叶 获得布林电影节最佳的男主角奖 1997年凭借泰坦尼克号打而走红 小时候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 瞬间被他的颜值给秒住了 感觉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帅的人 年轻时的小李子不能说帅 因为太肤浅 只能说俊美灵动 随着岁月的流逝 再高的颜值也经不起肥胖的摧残 这张照片难道是小李子看破红尘了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张魏健 1965年2月8日出生于香港 华与男演员 歌手 香港电视专业人员协会荣誉副主席 1991年当刚演出电视剧《老友鬼鬼》 推出个人粤语专辑《真真假假》 1996年出演TVB西游记 后因无限电视之经验 而转战台湾与内地 年轻时纯红齿白的 宛如一个奶油小生的气质 虽然如今依旧保持着原来的轮廓 但是依然挡不住岁月的摧残 往中年游腻大叔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发亮更是让人担心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人都是会变老的 都要经过岁月的洗礼 你们认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